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篮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距离新赛季开打的日子越来越近 在这个休赛期 很多球队改变了方向 比如快船 何乔治分手 前下巴图姆 德里克琼斯 邓伦 班巴等人 由于肖卡在休赛期手术伤情被爆出后 让快船新赛季蒙伤一层阴影 我们完全可以说 大家对于新赛季的快船没什么期待 赢了球 那是哈登堡顶能力强 还有带队下线保证 至于球队上线 小卡已经彻底让人心寒 所以快船大幅降低球队薪资 不愿继续打水漂 勇士虽然也大幅降低薪资 但告别克莱 因来谢尔德加梅尔顿加利凯尔 阵容深度包括攻防均衡性 都有很明显提升 而今日 胡人当家球星勒布朗詹姆斯 接受了美国知名杂志滚石的专访 期间他回答了多个问题 在谈到自己新赛既有何目标时 詹姆斯说道 我依然会全神贯注地 做好训练和比赛的准备 帮助球队拿到更多的胜利 但与此同时 我也更想和儿子 队友们和球迷们一起 享受赛季中所发生的一切 我不会说谎 到了生涯的这个阶段 我希望能退后一步 好好感受和庆祝每个时刻 今年的选秀大会上 胡人在次伦第25顺位 选中了詹姆斯的儿子布朗尼 实现了历史上首次父子同队壮举 从詹姆斯的话中不难听出 随着儿子布朗尼的加盟 以及年纪越来越大 詹姆斯放下了对胜利的执念 詹姆斯觉得能夺冠固然最好 不能也没事 他希望自己能好好体会 篮球所带给他的乐趣 感性来说 詹姆斯的举动有些令球迷失望 毕竟他们都希望 自己的偶像能全力再拿一贯 从而完成对篮球之神乔丹的超越 但理性来说 詹姆斯的生涯已经足够完美 他想享受篮球 以及为儿子更好的立足NBA扑鲁 无可厚费 不管怎样 詹姆斯的生涯已经进入了尾声 比赛是打一场少一场 且看且珍惜吧 另外今日 据体育花报记者Alex Kirshenbaum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如果胡人在24到25赛季前半 断战季不尽如人意的话 那么胡人总经理佩林卡 将授权胡人主帅 雷迪克对球队进行重建 除了詹姆斯以外的 所有球员都有可能被交易 包括另一位球星戴维斯 戴维斯49年通过交易 从替胡被送到胡人 随后代表胡人打了五个赛季 帮助球队四竞技后赛 还拿到了队史时隔十年的总冠军 乍听之下 胡人交易能为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以他的全能身手和联盟为数 不多攻防俱佳的属性 交易走太可惜了 但是仔细一想 如果胡人战绩不佳 那却实时有可能送走能没的 一方面 詹姆斯在为自己的退役巡演做准备 加上他身上巨大的商业价值 胡人肯定不会送走他 若想重建只能拿交易价值最高的戴维斯 另一方面 戴维斯曾向身边的人士透露 他仍然对总冠军有强烈的追求 如果胡人新赛季表现不佳 戴维斯不可能把自己巅峰期浪费 深境交易的可能性不低 另外前不久 尼克斯 黄蜂 森林狼完成了一笔三方交易 尼克斯在交易中得到了狼队的全明星中锋 唐斯 竞争力大增 近日 据尼克斯随对记者Chris Porcianon报道 随着唐斯的到来 尼切尔罗宾逊的显得有些多余 尼克斯正在积极探索关于他的交易 晚些时候 据洛杉矶当地一家媒体报道 胡人对米罗有意 愿意提供八寸类 文森特和一个次轮牵得到他 26岁的米罗身高2.13米 体重110千克 在场上四肢中锋 零年职业生涯 均为尼克斯效力 累计出占320场上归赛 场局上场24.5分钟 得到8分7.9篮板 0.6主攻0.9 抢断1.9盖帽 最高拿过23分21篮板 是一位优质的篮领中锋 米罗是个优缺点明显的球员 优点是身体素质劲爆 进攻端能高效吃饼 防守端能提供凶悍的协防护框 缺点是身体太脆 近几个赛季饱受伤病困扰 对于胡人来说 米罗是球队需要的中锋类型 若能得到他 不仅可以改善胡人雷若的内线轮荒问题 也将魏戴维斯大大减负 对于尼克斯来说 随着在关于唐斯的交易中 送走迪温秦佐 球队需要补充替补得分火力 拔穿来和文森特是不错的选择 后续如何 值得期待 而除了胡人的消息以外 据名其Shames报道 提呼与后卫阿尔瓦拉多 已经达成一份 两年900万美元的提前续约协议 ESPN专家Marks跟进报道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阿尔瓦拉多本赛季 约200万美元薪水得到全保障 阿尔瓦拉多未来三年的合同如下 2024-25赛季 约200万美元 2025-26赛季450万美元 2026-27赛季450万美元 球员选项 先年26岁的阿尔瓦拉多 过去三年都在提呼效力 2023-24赛季 阿尔瓦拉多出战56场 全部都是替补 场均上场18.4分钟 贡献7.1分 2.3 蓝白2.1助攻1.1强断 投篮命中率41.2 三分命中率37.7% 在年度最佳第六人奖项 投票中排名第六 2024-25赛季 他一即将担任新员 得章泰姆雷的替补 这位身高1米83的后卫 擅长抢断 被中国球迷称为提呼老六 据悉 他能签下的最高 续约金额与步行者的 内姆·布哈德类似 内姆·布哈德最终得到了 一笔三年5900万的合同 而提呼只用两年900万 就续约阿尔瓦拉多 确实是高性价比的操作 阿尔瓦拉多最早可以在 2026年夏天跳出合同 争取更高的薪水 给他交罚款了 说起来也挺惨的 阿尔瓦拉多在22年 进后赛防守保罗一战成名 然而这几年 他的年薪都不到200万 他是21年落选校 和提呼县市签了一份双向合同 然后在22年3月签下 4年689万美元的 无保障合同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 让老六第一次出圈的事 拿着双向合同的阿尔瓦拉多 和恩彼得在争抢中发生冲突 被吹了一个技术犯规 在NBA技术犯规 可是要罚款的 对于当时的阿尔瓦拉多来说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听说了此时的恩彼得仗 一出手替阿尔瓦拉多交了罚款 耍了一波好感度 从生涯第二个赛季开始 阿尔瓦拉多就成为了 提呼替补轮换阵容中的一员 获得了稳定的出场时间 第二个赛季 他拿着156万的合同场均 砍下9分3主攻1.1抢断 性价比十足 上赛季他的时间率有减少 场均得分从9分下降到7.1分 当然是体护轮换阵容里重要的一员 值得一提的是 进入联盟三年 无论出场时间多少 阿尔瓦拉多场均一直 稳定贡献一个以上的强断 他被执行的偷袭 试抢断是让阿尔瓦拉多出圈的招数 埋伏在进攻方底角的角落 等到进攻方罚球之后 快速进不上前来到直球人身后一掏 一个强断到手 随着他偷袭成功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这招的成功率也下降了很多 很多球队在他上场之后 都会有所防范 阿尔瓦拉多依旧有着不错的防守数据 这就来自于他在场上的拼近 身体瘦小没有成为他防守松懈的借口 他对抢短时间的把握堪称一决 他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于身后 在面对面的时候 只要吃球人稍有松懈 他就会让对方付出代价 只要势地满球 阿尔瓦拉多俯虫的速度比谁都快 他清楚地知道每一次球权的争夺 都是他留在NBA的筹码 在NBA 阿尔瓦拉多只是一个小角色 但在波多黎各 阿尔瓦拉多是扛起整个国家队的绝对领袖 今年奥运会之前的落选赛决赛 阿尔瓦拉多是四投九中 三分六中四 砍下二十三分六 蓝白尔抢断 击败强大的立陶宛挺进奥运会 赛后阿尔瓦拉多跳上技术台 像NBA举行一般 感受着助场球迷的呐喊 这是波多黎各时隔20年进入奥运会 上一次还是04年 带领波多黎各的小后卫叫阿罗约 不知道还有人记不记得 这个叫阿罗约的小后卫带队赢了美国十九分 在奥运会的三场小组赛 虽然波多黎各0胜三复卫长圣计 但阿尔瓦拉多称的上师虽败有容 对这南苏丹砍下全场最高的26分外加五处攻二抢断 对这美国阿尔瓦拉多拿下18分 第一截就得到9分 让波多黎各单截赢了美国4分 当然在对这美国的时候还有一个彩蛋 跟彼得作为中锋运球过半场 阿尔瓦拉多从其身后完成抢断 当然安比得这场球也皆皆是尸盖了阿尔瓦拉多一个 算是互有胜负 刚进入NBA的时候 阿尔瓦拉多只能给他妈妈买一张位置不是太好的票 哈特和英格拉姆知道之后 则桃妖宝给阿尔瓦拉多的家人都买了球票 哈特说当年卢尔登也为他这么做过 如今阿尔瓦拉多签下900万的合同之后 生活终于算是好起来了 一米八出头的身高 和普通人无异的身材条件 能够走到这一步 付出的艰辛难以想象 长路虽然满是荆棘 但他从未想过放弃